一個戲劇合作,會不會覺得蠻期待的 這個緣分好像蠻奇妙的 真的 因為我們之前在別的電視台 有台拍過戲 但後來因為檔期問題就合作不成 還有八八風災那時候 然後就重拍,就被拆散了 所以我就一個人去漂流 對,其實我那時候也很難過耶 因為在過程中跟你玩得太開心了 你要知道 我是個很容易投入感情拍戲的人 所以那時候真的很難過耶 我有一段時間都不大敢跟你講話 我也蠻難過你 就是很久沒有看到一個女生可以吃兩個便當 好了啦 哈哈哈 但是以後看不到怎麼辦 對,看不到好難過 沒有,所以就是回到這裡 就是有一種 湯姆漢克從那個海上漂流回 這麼嚴重 回家的感覺 結果後來我們就很有緣啊 我們就前進同一個公司 對 然後終於可以再三立合作 我覺得是你偷偷的跟著我吧 絕對沒有 OK,好 我一進公司他就問我說 你幹嘛跟著我來 我說絕對跟你無關 我發誓 其實是跟 沒事 沒有那麼熟啊 如果要有那麼感情情會不會有點噁心 欸其實我們也沒那麼熟 也沒有你對的 也沒有你想像的 講錯話了 真的啊 因為 也沒有像什麼樣的哥們 也不到那樣 沒有沒有沒有 還是有一點點 怎麼講 有一種 我們那時候來自於我們合作過一檔戲 對 拍了一半 是那個默契 那個火花 生活在一起的那種 對對對 兩個多月 但中間我們很少連絡 對對對 因為有人就是比較忙啦 比較紅 是嗎 是有人 好好好 都算我的 都算我的 對然後 對真的回來了 然後 跟小喬可以在這個職場上面 有一種新的生活 我覺得是不錯的 然後再看看他最近 因為我們兩個都 長大了 然後胃口也都變小了 他說他在 食欲變香 兩個便當 我說我現在吃一塊炸雞 我也覺得想吐 之前可以吃六塊 對 所以我們都經歷一些生理跟心理的變化 真的真的 嗯 那兩個人就是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自己在身為演藝圈菜鳥的時候 覺得比較幸福的事情 幸福喔 菜鳥 菜鳥 菜鳥的時候哪有什麼幸福的事啊 有 還是有 因為菜鳥在 剛進來這個圈子的時候是充滿熱忱的 當然 就別人拿多少盆冷水澆你 你都還是會從那個魚鏡當中找到一點點火花 然後再把它重新燃起來 對 但現在 你要敲就敲吧 就是 你知道 我就認了 我就當中找吧 對對對 所以菜鳥還是有它 值得就是回味的地方 當然 即便就是我們可能在 各個地方都可能會受到一些 小小的委屈 不過我相信大家在職場上面做菜鳥的時候 也都是這樣 對都很辛苦 對啊 那你呢 因為我 我覺得為什麼我剛剛想起來我的菜鳥時期那麼可怕 因為來自於我年紀太小 對 所以我在那個 國中時期 然後來到這個社會大學當演員的時候 其實我每一天都很害怕 因為我怕拖累大家 然後我每天到片場 就一直被罵 當然他們也是求好心血 對啊 因為我就真的做不到大家要求 然後因為是新人嘛 所以雖然我是女主角 可是大家不知道我是誰 所以就會說 欸那個綁馬尾的過來 哈哈 那個短頭髮過來 那個長得比較不怎麼樣 那個誰啊 過來 真的欸真的 長得比較不怎麼樣 對連這樣的都有欸 沒有那時候我們觀眾也都是這樣講 就說 欸那Sweety有一個 Sweety有一個比較白有一個長得還好 你知道 以前我們 我走在路上 有人就說 欸就很小聲 其實我們藝人都聽得到 對對對 我們都聽得到 我們耳朵齊都蠻好 欸那個飛雲海那個 好像沒有那麼高欸 我走在路上喔 我都在14歲喔 然後就有人說 欸那個好像是那個女子團體 那個什麼Sweety的 然後另外一個就說 哪一個哪一個啊 他就說 就不要醜那個啊 天啊 所以你知道 這就是菜鳥 對 時期 然後 可是熬過來 很重要 不要放棄 然後也不要因為 別人的一句話 就交起你的夢想 因為 你能做到多少事情 你不推自己一把 你也不會知道 喔對 永遠沒有人會幫你拉一把 都是自己推 紅 嗯不要怕